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开始作画时候我们先思考怎样打形 先看看这张大图 观察这个人物是怎么构成的 在人物的外轮廓耳朵和手的部分做一个连线 手和脚做个连线 右侧的头发和尾巴做个连线 尾巴是凸出来的 先要把握住整个形 形如果准确了 以后我们往下画就很容易了 一开始打形不用画的太重 先把这个人物的造型位置定好 可以重复的拉一下线条 这个形准了其他就好办了 把头部的位置定下来 把肩膀理解成一个三角形 把手的位置定下来 肩膀和背部概括的画一下 臀部到大腿的位置概括的画几笔 膝膀的位置定好 小腿的位置定好 脚的位置定好 两只脚概括的理解成两个三角形 尾巴的位置 现在能模糊地看出来 整个人物的外轮廓了 慢慢加黑几个关键的转折部位 加黑肩膀的位置 加黑肩膀的位置 加黑手臂的线条 用笔不要太重 用笔不要太重 手的位置 把左膝盖和右膝盖画出来 把刚刚画好的结构当作参照物 一步一步往下画 打形的时候轻轻地把轮廓勾出来 如果画轮廓时候太用力 纸上会留痕 为了擦掉太用力的线条 纸张会受损影响画面质量 使用连贯的笔触 尽量不要断开着画 试试使用提示的方法 找出袜子的位置 然后我们更新脸部轮廓 然后我们更新脸部轮廓 头发占头部的比例 头部微微的向一边青测 可以轻轻擦掉多余的线条 头发有一点弧度 耳朵的位置 一开始下笔不准确不需要立刻擦 画一画靠右边的头发 观察一下背部的转折点 鞋头的位置刚好在袜口的下面 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上 现在把细节画一画 把皮鞋的鞋根画一画 画头部的时候要定出中线 两个眼睛之间是一个眼睛的距离 右手定一下位 左手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头发分开两块来画 头发分开两块来画 嘴巴的位置 鼻子的位置 小腿也带点弧度 当确认大型正确后 我们加黑线与线的交叉点 加黑线与线的头发 加黑线与线的头发时 达到效果 头发在前 额头在后 头发略带弧度 前额的头发分开来画 前额的头发分开来画 脸部和头发用深一点的线分开 现在眼部和头发的前后关系就比较明显了 膝盖和小腿比较复杂和难画 就连达芬奇也要解剖三十多次 才能够理解肌肉的线条 现在我们画眼珠的部分 头发的细节部分画一下 几乎每一条头发都会回到头顶的中心 每一组头发用线的方向 都是回到同一点 把手的细节部分画一画 加深鞋子的轮廓 眼珠子高光部分流出来 另外一个眼睛也要留白 上眼皮的轮廓 脸型稍微再调整一下 现在就剩下细节部分 画细节的时候要有耐心 花点时间 其实细节很简单 所有章节结束了 同学们学到多少呢 他们也要得出契线的转节目 待会儿都会拒线的转型 上来都会有换 展面 出现了 手上来